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呢我們來玩警弓 一開始先跳一棟比較大的房子 結果發現呢跳下來還有一個克羅克 他是一個青蛙戰士喔 我們先請他吃一個空格劍的跳砍 之後呢再追上去 然後使用我們的格擋呢擋過了他的暈眩 這邊的青蛙血量很少喔 他應該會叫他位移逃脫 畢竟呢他還有兩段位移 我們看他能不能找到他 OK他已經不見了 那這邊也不用強求喔 可以抓到的話當然最好 我們先等他叫位移 OK他叫一段第二段 他這邊叫兩段位移呢 我們再追上去 普攻 OK成功把他帶走 我們順便說說我們的技能喔 我們二技能呢有個小段的衝鋒 然後造成一個會砍 砍中目標的話呢造成額外傷害 並且回復血量 大概回復十點左右 而我們的左劍呢 每攻擊命中的話會增加一層 最多點滿三層喔 可以強化我們的右劍 讓我們的右劍傷害更高 吸更多的血 但老實說呢 警攻的技能 跟其他英雄相比他傷害並不會很高喔 他是屬於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戰士 而空格界呢就是跳砍喔 千萬不要小看跳砍的傷害 前期砍中人呢就能夠打贏 大部分的時候 然後是我們的Q劍 Q劍就是格擋喔 他可以反射遠程攻擊 記得呢是反射你鼠標的方向 這個技能可相當的強喔 比如冰女的冰矛 或者火人的火球 都可以反射 同時呢 如果我們格擋近戰的話 造成暈眩 之後是我們的E技能 E呢是一個遠程的攻擊喔 他要稍微的瞄準 命中的話呢 可以再次的啟動 把敵方擊飛 並且飛到敵方身邊 OK 差點 然後是我們的R R旦開啟之後呢 我們的攻擊會變成遠程 這邊先格擋把他暈眩 然後準備一個跳卡 跳卡命中呢 再一個E 這邊我們E先命中 這時候我們已經有了大招 稍微等他過來一點 再開啟大招 普攻 再一個E技能 OK 成功把他擊殺 那剛我們展示了一個 非常帥氣的大招呢 倒是向前衝鋒喔 命中目標的話呢 會進入無敵狀態 並且造成範圍的物理傷害 我們可以再次使用大招 來提早結束 同時呢 結束的時候可以選一個方向喔 我們會再次的衝鋒 不知道大家覺得呢 井供的大招有沒有像莫拉 OK 我們先丟到我們的護符 買一個傳奇的斧頭 當然這個遊戲是有稀有度的喔 傳奇呢是最高的等級 而且呢都會有一個額外的效果 上面呢發現有人剛打架的痕跡 OK 裡面發現有兩個人 我們先偷襲一下這個小路女 OK 先收到小路女 然後連上敵方的火人 注意躲他的火球 一技能把他擠飛 下來之後呢再普攻 OK 這邊他看了火球喔 我們先撤退補個全 這邊我們用火箭趕緊逃脫 然後來喝一瓶藥水喔 看來他沒有追上來 這邊相當驚險 把血量補起來之後呢 我們再次找他 第二輪的單挑 一輪打不贏呢 就打兩輪打三輪喔 喔 先把他擊飛 然後踩一踩他跳跳樂 結果我們竟然兩個人都飛了起來 那這邊我們打算飛遠一點喔 我這邊有爆炸桶趕緊溜 砍中敵方的射手 跟上去 OK 這一波直接砍死了敵方射手喔 應該是他技能都已經交了 那啦 這裡附近應該還有兩個敵人 一個火人跟一個射手 欸 那是冰雨呢 我們想要預判性的格達他的冰槍 然後再把他擊飛 開個強化的R R會讓我們的攻擊變成一個小的遠程喔 補個大招 最後一個F普攻 帥氣把他擊殺 這邊發現小火人 小火人已經教他二技能喔 一個一技能 擊飛 開個R 遠程攻擊 這個強化右鍵 最後一個普攻 順利把他擊殺 這邊終於打爆了這個小火人 不得不說這個小火人呢 真的還蠻強的喔 打了他蠻多次的 目前我們已經來到了六個擊殺 身上的錢有點多 我們看附近有沒有東西可以買 最好就是賣一些 傳說武器 喔 這個上門賣的東西我們都已經有了喔 那這邊圈子正在說 我們試試看找找看有沒有其他人 我們嘗試利用那個跳跳樂飛過去對面喔 OK果然還有這個跳跳樂 最後發現這裡附近呢 並沒有人 我們撿一個紫色的技能 這邊還有點時間呢 我們趕緊看看這個商人有沒有賣東西 喔 非常可惜呢 都沒東西買喔 我們再用跳跳樂在附近看看視野 下一個目標呢是找下面那個商人 這時候要做好準備喔 很有可能會隨時遇到人 千萬不要被人偷襲呢 亂了手腳 OK 確認過附近都沒人 希望這三人有賣點什麼 喔 還不錯嘛 有賣兩個技能 還有一把刀 那這一波呢滿宅而歸 當然呢 正常情況下 我們也不會有這麼多錢喔 所以我們殺了六個人 之後呢 我們先過橋去對面喔 這圈子說起來呢 面積呢 對面比較大一點 而且很顯然呢 剛剛我們並沒有遇到任何人 OK 發現另外一個戰士 先開個給他擋把我暈眩 武功三次 擊飛 先躲過他的大招 然後這時候呢 就給二技能強化普攻 這邊看到我們不用開大招喔 順利把他帶走 剛剛主要是我們空格界呢 躲過了他的大招 他大招才沒有開起來喔 那這邊我們撿一個任性的頭套 任性的頭套呢 是用來降低被控制的時間 同時呢 我們被控制的話 受到傷害也會降低喔 非常好用 當然呢 更推薦的是買吸血跟 我們裝備的第二件跟第三件 第二件呢是增加血量跟傷害 而第三件呢是增加吸血跟傷害 我們再進行加個自動砲台 來守這個空頭 我們也不是為了要剪這個空頭喔 主要是不要被人家剪 畢竟呢我們的裝備跟技能都已經相當的不錯 OK這邊要注意一下呢有沒有敵人過來 沒有人呢我們再把我們的砲台收起來 我們自己留個空間石好了 空間石還可以用來追人 發現一個青蛙 這邊青蛙已經交掉位 青蛙應該在左邊 喔還差一點喔 這裡發現了三個敵人 我們跟上去 我們先慢慢的來喔 先抓個青蛙 異技能 是用遠程的R 等一等我們的空格劍 這時候注意的小細節呢就是不要被敵方圍毆喔 那殘血的青蛙呢就讓他去 反正他的等級也不高 OK這邊下方並沒有人 這個圈子呢是最後收圈的圈子喔 我們在這裡先加一個自動砲台 這時候我滿裝呢敵方應該也不敢跟我們打喔 給發一下一個殘血的戰士 這邊先往後拉一點 現在收掉這個天命 使用1 喔差一點 這邊稍微等一等 這邊可以打招 先換個劍奪過 喔敵方已經吃掉我們的砲台了 接著呢 進入最後的決勝圈 kitchen 那下手 1 数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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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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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